公众带出资料 当然其实也OK 只是说他如果资料量大的话 你要预先都把公式藏在背后 可能要藏好 不然的话一下漏线 人家就知道这里面已经预先有打好公式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公式隐藏 应该还记得怎么隐藏吧 第一个的话你要先确定 你如果这个范围的资料隐藏的话 你可以按滑鼠右键 储存个格式里面 把保护记得 这个地方记得要把它隐藏 这个要打勾 这个范围如果你要隐藏的话 那如果你不要锁定 锁定是保护啦 前面好像我们有讲过这个吗 隐藏公式 没有 如果你要隐藏公式 就是你不要让人家知道 你里面其实有写了很多公式在里面 那你可以把隐藏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 如果你要保 也要顺便保护的话 这个保护就锁定了 我们不保护资料 但是隐藏的话按确定 好 接下来的话还要做一件事 先把那个隐藏部分按右键 出现格式里面的保护的隐藏打勾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到教育里面的保护工作表 输入密码 按个确定 这样的话呢 再次 OK 试一下 理论上这样应该 有不要放上去 你会发现 公式不见了 OK 除非说那个人知道 你其实有隐藏公式 他会到教育里面找一下取消 要保护 不过那个人要知道密码 不然的话呢 他也无法打开 你背后的公式 所以特别最好 如果最后你希望 你的 当然这个地方 不是只有 这些公式可以隐藏 你所有公式都可以隐藏起来 所以像 之前你可能想半天 终于把 一个 很复杂 像刚刚那个 index 终于想出来了 你不希望一下被人家知道怎么做的话 你也可以把公式隐藏起来 OK 那隐藏的方法不外 当然就是类似像刚刚 假如说这个部分的公式 到哪里 到这边 这些范围的资料 全部 你可以整个选 按右键 出锁格式 隐藏 锁定记得不要打勾 因为你锁定意思就是说 他会保护里面 没办法修改 两个可以分开来 然后 保护工作表 记得把密码加上去 按个确定 再一次 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部分 也都全部 看不到怎么做了 除非他要知道说 取消保护 他才有办法 如果随便打他还是不行 不过你要记得 你这个公式自己 自己打了要自己记得 千万不要下一次 就忘记了 之前有同学问我 他密码忘记怎么办 其实我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就是你要自己记得 好 OK 那 这个是有关那个 如果我今天用Viru函数 那如果用VVA怎么做 其实VVA相对的会简单一些啦 自动带出来 那这里面的话 其实跟刚刚那个蛮像的 那我这边逻辑是这样 第一个我要先 在那个开发人员里面的V 就被这个里面 先找到我现在这个工作表 对应的这个物件 那我是VVA刮胡自动带出资料 所以在这边也会对应一个这个名称的物件 因为刚刚同学好像找不到 不知道写哪里 但你不要乱贴 你贴到模组的话 没有用 新有同学很妙 把我公式贴还贴错位置 结果不能动 表示 因为那个地方 记得一定是这个地方点两下 那如何自动带出这个公式呢 其实特别注意 我刚刚的做法这样 这边delete掉 Worksheet Change OK 然后把不是Change的这个删掉 那里面的话要做什么 基本上我写的方式 我说逻辑是这样 如果你要改 你可以自己再改其他逻辑 一 我比较拖篮 我就干脆判断 如果是居 居栏这一栏 有变动的话 因为如果你还要去判断 哪一个或哪一个或哪一个或哪一个 那你要判断很多个 你干脆就整栏好了 以后 如果是居栏这一栏 假如里面有资料变动的话 那我的逻辑该如何下 特别之后这边有个target 刚刚是点address 有没有 那如果你是哪一栏的话 就是点column 就可以了 点column是哪一栏 后面你给一个数字 就是地起栏 OK 很多人好像都不知道这个方法 只知道 这个可能哪一个出称 哪一个出称就点address 哪一个address 如果哪一栏就是点column 那如果哪一列 一样点ro就好了 OK 等于7的话 7 这边就是这个数字 所以我如果是驱栏的话 Zen 就帮我做什么呢 那其实底下这个公式 底下的这个fornet的这个k 其实我是从刚刚的那个回圈判断 那个部分把它复制贴过来 改一个地方 改什么地方呢 改k本来是5 对不对 那我把它改成现在变动的 就是target的那一列 那我不知道哪一列 反正就是将来会变动那一列 target指的是那个储存歌的列 比如说我现在变动的是 第下面这个好了 第八列 对不对 那target.ro 就会是8 那我就可以把那个这个地方变8 将来就是一样 把后面的资料 就是cde的资料 帮我搬到什么 h i j 把它搬到后面 那最后多加一个叙述 is this sub is this sub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查完只会有一个啦 那后面应该不会有了 所以已经call过来了 不要再往下找了 不然它会一直找 找到最后一个为止 那如果前面已经找到了 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啦 那这个叙述没加也没关系 只是说它会一直往下找 多浪费一点时间啦 不过现在电脑都很快 没加跟加应该也感觉不出来啦 不过习惯上会加 不然如果你将来资料很多啦 可能一查可能是 几十上百上千的话 那就会有感觉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做完之后呢 那就大概这样而已哦 所以没有太多东西 那比对的话是 跟那个上面的资料比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它现在 下拉清单里面的资料 就target.value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里面找的 我是找B栏 刚刚找A栏嘛 B栏里面 match的话呢 那你就帮我把资料call过来 所以哦 这边大概就是多 学了一个就是 target.column target.value 点value就是里面的资料 target.road就是它 哪一列 然后呢 自动就帮我把资料call过来了 那随后做完的话 类似像这样 下拉 诶 它就自动带资料 那这个好处就是 第一个啦 它这里面不需要 预先写任何的公式 但是 V的函数 一定要 那这样的话 其实如果你将来资料 如果量很大的话 恐怕用VBA会比较合适 不然的话 你一堆预先还要先把V栏数 先写在背后 那资料很多 那你真的是写了一堆垃圾 一堆 你不能说垃圾 一堆可能会占空间的公式 如果栏数又更多 那不得了了 那个里面占的空间就非常的大 那跑起来的效率也一定不好 那这个方法是完全环保的 就是反正就判断嘛 这一栏里面呢 只要有下拉清单有变动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资料 抠过来 就这样而已 那我也把刚刚的这个程式 放在云端上给各位参考 如果需要自己再把它 固执贴上或者自己在 参考之后 再修改一遍 然后